2020年1月 台湾大选攻防进入了最后阶段 民进党现在是每天狂打抗中保台牌 想要抹红国民党 打算用这种最廉价的招式 混到投票日 这吃相吧 确实是有点难看 不仅如此 从候选人初选 到不分区民意代表提名 民进党各派系现在是坐地分赃 对外是高唱所谓的 大陆要濒临城下 那么从而想要试图合理化 自己各种反民主的行为 赖清德 他现在竟然说 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刻 原意不就是想要抹黑大陆吗 但是没想到 却戳破了民进党执政下 台湾暗无天日的真相 台媒的联合报对此也发表了评论 说绿营的不分区民单 是公认史上吃相最难看的 只能够批蓝营的民意代表民单 又红又统 从而来转移视线 民进党为了抢选票 台湾的立法机构提早修会 不惜死磕代理人修法 挑起两岸争端 证明所谓的红统危机 这不纯属自编自导吗 台湾民主呢 已经是被民进党给啃光了 什么捍卫啊守护啊 都是垃圾化 新华两岸快乐瑞评 我是雅峰 再会